近段时间美台动向不断 特朗普政府一再推进对台军手 就在本月21日与26日 美国国会又批准了对台出售四项武器 已经远超岛内的防卫水平 偏向于进攻性武器 这边美方靠打台湾牌来攫取利益 借此以台制华 而另一边蔡英文当局也错估形势 斜扬自重 不断做出愚蠢动作 发出愚蠢言论 自上个月底 蔡英文视察台空军海军 并发出保卫台湾等口号之后 近日蔡英文又开始犯蠢了 据环球网10月28日报道 26日晚 台军开始第四季备战舟演练 期间大批的装甲车 坦克车出现在公路上 一时之间 引擎声轰鸣声四起 直接影响到了岛内民众的正常作息 对此 蔡英文还于28日在脸书上发文表示 演练难免有声响 有人形容这些声音是最安心的引擎声 并宣称军民同心 对台湾很有信心 正是这一句话 不仅没有平息岛内民众的愤怒 反而点燃了炸药桶 舆论炸锅 网友纷纷开始大骂蔡英文和民进党当局 有网友直言 这让人不安的引擎声可是你造成的 安心 说鬼话骗民众真的是你的专长耶 另外还有人质问蔡英文 一个正常且安全的地区街上会有战车来往 更有网友直接讽刺到 最安心的引擎声 逃亡直升机的吗 是啊 要是知道开打第一时间自己一定逃得掉 我也会很安心的 台湾要发生战争 你很高兴吗 不要在那说风凉话 面对民进党当局不断的小动作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早已把话说透 台湾同胞是我们的骨肉天青 台独是台湾同胞最大的祸害 民进党当局台独分裂势力 企图将台湾同胞绑架到台独战车上 拖入深重灾难 广大台湾同胞不会上当 我们有坚定的意志 充分的信心 足够的能力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民进党当局不断升级 谋独挑衅 最终必然是死路一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